台中我之前常常來台中拍影片 然後呢台中是我粉絲團所在的比例最高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喜歡台中的朋友 謝謝台中的朋友 然後我覺得台中在我的就是觀念裡面 他們一直都是非常熱情 包括我來拍影片的時候 真的是每一個人都很熱情 比如說我迷路啊 我要坐車 他們都會告訴我 甚至會說我帶你去 我覺得就是台中正是一個很熱情的地方 再來是台中有太多美食了 然後還有好多厲害的火鍋店 現在都比台北強 所以我現在都會往南部來拍影片 好 希望杰林常常來 有機會你們也可能會被他問到 或者是在他 就是我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因為我每天幾乎都會上線 然後都會打Overwatch Overwatch是那個算是FPS的 就是射擊遊戲 對 那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宅男 然後我很喜歡很喜歡玩手遊 但是最近呢就是大家都會瘋狂的玩寶可夢 所以我有太多選擇了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該選哪一個 但最主要說我每天晚上一定會首勝的遊戲 就是Overwatch 對 那因為最近還有就是因為那個中區機訓展嘛 所以我自己有開一些fancy的產品 那我有一個很大的電競筆電 可是因為我連出國都會受不了 很想要在國外重生 然後我就會很想要在買一台比較小台的電競筆電 然後可以隨時就算我出國啊 或是到南部 然後外景晚上可以就是隨身攜帶比較輕鬆這樣子 其實我這個人從以前啊到現在 大家都問我一樣 我比如說姐妳不知道喜歡什麼樣內型的男生 我是一個很靠感覺的人 然後我對帥哥無感 我都...但我常常跟大家說我喜歡彭宇玥 喜歡彭宇玥 彭宇玥是真的很帥沒錯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要選擇另外一半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感覺 還有因為我是一個很孝順的人 所以我會希望我的另外一半要跟我一樣 很愛我的爸爸 對 這是最重要 然後他必須要很有愛心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動物的人 只要他很有愛心跟很孝順 我覺得不管就是 因為我本來就不在乎外表 我覺得就是我都可以接受 對 OK 帥的人可以先回去 謝謝 應該大家都... 我以為大家會覺得自己很帥 就很好就走 好 OK 好的 披抣 抹护 connect 這 detained 達油 其實呢 我們才 encuentra